那麼事實上大家現在都很希望 可以趕快跟家人團圓 目前在B棟12樓的陳姓父子 還沒有找到家屬的情緒 逼近崩潰邊緣 馬上連線給現場記者 謝維一來告訴我們 唯一請說 好了 主播 各位觀眾 搜救維冠大樓的受災戶 已經進入了第100個小時 每天都有許多家屬 非常的焦急來到現場等候 那我們現在目前畫面中 可以看到的是B12這一棟 還有一對父子受困在其中 我們來看看家屬蕭早的畫面 我們來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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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人家穿著身體不好 不適合 我沒有看罐子 你們這樣都不看我 他們會遇到 你就不看到 你們通通關開 我們要看罐子 好的 那我們可以由畫面中得知 像是這一位穿著紫色外套的 手上僅僅握著一張照片 就是他的兒子28歲的陳冠宇 但58歲的爸爸 陳全安還受困在其中 由於家屬非常明確知道說 他們受困的地點還在哪裡 因此非常焦急來到現場 其中因為甚至還下跪 向救難員人表示說 拜託快點把他們救出來 而家屬痛哭成一團 這樣的畫面真的讓人看了 都可以感受到 他們的揪心之痛了 那麼目前在東側這一面的時候 就見狀況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那麼或許未來的不久 我們就可以聽到陳冠宇他們的好消息 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 將近都還給棚內主播 說反正的方式 可以 表達